我个人一直认为 钱这个东西 跟情感没有关系 我从来不把这个 跟情感搅和在一起 因为我 我也是这么想 我自己反正 我就这么想 我说 没这么大问题吧 我真是这么想啊 我觉得好像 男人 但是你这个问题 其实你 你这个事是这么说的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 并不在意 是因为我真的不在意 如果你今天 是说 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 那是前提在于 你的钱都在他手里 你说我是这样的 那可以 是吗 不是 就是我们说一件事的 它的反差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如果感情 到今天谈了四年 你们所有的焦点 已经聚到这儿了 两个思路 其一 是不是好像 对未来要打算了 结婚嘛 现实了嘛 所以才开始要求了 其二就是这四年 像老师们所说的 你们压根就没谈恋爱 你们自己考虑吧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通过这几个老师的 然后我也清楚知道了 那个自己确实把钱看得太重了 然后接下来我放低一点 因为我对你是很爱的 毕竟这么久了 然后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就是发生过特别大的一些口角 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上的一些事情 这也给我的以后敲请了一个警钟 我希望你能再一次地接受我 但是你每一次都是用嘴说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最后问一句钱给谁管 等于以后结婚呢吧 谁管吗 她 她管 结婚之路摇摇啊 谢谢两位 请回 路还很长 希望他们好好磨合吧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剂 有完我提问说 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 但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她天天忙什么 班也不上 天天还早出晚归 最近呢 她想从我爸手里借钱 让我帮她 我不帮她 她还天天冲我发火 我到底能用什么办法 让她找个工作 踏踏实实给家里挣点钱呢 我的时跟老公结婚三年了 你竟然不知道她天天在忙什么 所以可见你这个太太 当得是多么的不称职 这么不了解自己的老公 所以想要知道用什么方法 让她踏踏实实挣钱 先想到方法 去了解自己的丈夫吧 祝你幸福